今天是9月28號 也是孔子的代程 所以今天到這個現場的 不是只有現在的大學教師 還有我們的自身先師孔子 我們是在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你現在的評鑑制度 現在的這種所謂的高度評鑑制度 所謂的自身先師 孔子 還有任教嗎? 講過法要來評鑑孔子 今天是9月28教師節 誒 就是我的生日嘛 誒 是智盛先生 也是萬事師表 誒 這個我叫孔子啊 我姓邱明仲尼 我時有我志於學三折歷四折不破 我誒之天命六折耳順 七折從心所欲不與舉 我最大的志願就是教書 誒 誒 這位是蔣部長 誒 孔子 你好啊 誒 你 我可以教書嗎 你講還是不講啊 講不講 我講 我講 你講 告訴我 是你的節日 非常感恩 那 現在要在大學裡面教書呢 基本上要符合一些標準 現在我們台灣的高等教育 是要確保高教的品質 要追求百大 頂尖 教學要卓越 所以我們要有評鑑制度啊 來 卓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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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先生你耳朵壞了 世界擺爛 所以我們要有這個評鑑制度 來客觀的評鑑你的水準 那呢 我們現在一般的細索評鑑裡面 有五大項目 四十幾項校標 就是標準啊 那麼多啊 英文太多了 我自己也記不起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現在來評鑑一下 我們的孔子 是不是達成這些校標啊 校標 我怎麼沒聽過啊 是可笑的標準啊 是有效的標準 喔 有效的標準 來 第一個校標 不知道夫子你是不是有什麼著作 有沒有 SSCI 的著作呢 蛤 什麼哀啊 國際的標準嘛 我又不是埃及人 我幹嘛有那麼多哀啊 哀哀叫的 所以你沒有哀嘛 欸 我 這個 你知道 我一向都相信 先王之道思維美啊 那個 所以我 老先生你講什麼 我不是聽得很懂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我恕而不作 幸而好苦 這樣可以吧 術而不作 所以你沒有著作嘛 完全沒有著作嘛 我認真教學啊 來 我們的評鑑委員 是不是請把專業表現的牌子舉起來啊 專業表現 沒有專業表現嘛 我沒有 你沒有研究著作 哪有專業表現 我教學有熱誠啊 熱誠沒有用 重要是要客觀 要客觀 我又不住客在 為什麼需要客觀 老先生你講 你耳朵也壞了 第二個標準 是 老先生 請問 你的教材是否有核心理念呢 核心理念 教學的核心理念啊 核心理念是成於中 行於外 不要在這邊寫什麼核心理念啊 所以你沒有核心理念嘛 我在我心中就好了 來 評鑑委員請舉牌 沒有教學的核心理念 怎麼 我有啊 沒有啊 沒有 你沒有核心理念啊 你核心理念是什麼 在我心中啊 核心啊 那你要寫出來 你有教材嗎 那都是paperwork 我是陰材師教的 所以你沒有教材 你教材有PO上網嗎 我 我 不是 這種都是奇蹟影巧啊 所以你教材的使用率有多高 使用率 你有沒有更新 我陰材師教 學生問我問題 我都給不同的答案 要看看 所以你沒有答案 我的答案是不一樣的 你沒有客觀的答案 我沒有標準化的答案 老先生 你沒有課程規劃嘛 來 沒有課程規劃 老先生沒有課程規劃 蛤 什麼 是 這就是你三個校標沒有過 你還想在大學教書啊 指路跟燃友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的答案都不一樣 這就是陰材師教啊 陰材師教 那你要有教材啊 教材 對不對 你沒有教材嘛 那你的學習 你的學生的學習 有沒有學習成效 學 什麼叫學習成效 你要去評估他的學習成效 你有沒有輔導他 你一週輔導他幾個鐘頭 你有做紀錄嗎 我 我都是查其言 觀其行 我不需要做什麼 所以沒有紀錄就對了 來 評鑑委員 來請把他 沒有學習成效啊 沒有 完全沒有學習成效 什麼是 成效 成效就是要有效果 你教書要有效果 那你效果你要客觀的表達出來 你沒有量化嘛 沒有量化 那你學生畢業之後 你學生畢業之後 有沒有工作 哦 你知道我最欣賞的學生 就是延迴 他一單是 所以沒有工作嘛 延迴沒有工作嘛 人不堪其憂 他不堪其樂 所以沒有工作 但是他有做人的道理 有做人道理 但是沒有工作 你知道君子物本 小人逐末嗎 你這個就是工作 這是君子寓意 小人利 老先生講什麼 我是聽不懂啊 但是如果你是罵到的話 我是回去會自我檢討啦 你會檢討嗎 對 但是一個禮拜之後 我檢討報告還是跟今天一樣 好像每次記者會 你都是這樣回答 在立法院 你也是這樣回答的嗎 或是找不到工作 但是他成功的做人啊 做人 但現在就是高等級 要確保品質嘛 品質 這完全聽不懂 要追求頂尖嘛 頂尖 老先生 你現在就真的是聽不懂 我們現在就是要評鑒 評鑒 要評鑒 評鑒 我們現在有戲所評鑒 有校務評鑒 有教師評鑒 有專業評鑒 有專科評鑒 天啊 現在如果沒有評鑒 你就不能進大學教書了 非常抱歉 蛤 那我 來把所有的牌子都取起來 我是評鑒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富貴不能移 我不教了 好 那這是我們剛好要建立的退堂機制 蛤 所以現在呢 我們請孔子 離開孔子廟 蛤 我離開孔廟 對 那我們來歡迎 這個歡迎台灣最多哀的教授 拿到頂尖大學的 拿到那個所謂教學卓越的 這些大教授 搬進孔子廟 包括你自己嗎 我是也不錯 我是哀不錯 我很多哀 很多哀是吧 那 不過老先生 現在 如果你搬出孔廟了 那我們就不能叫孔廟了 那應該叫什麼呢 你秋羅打鼓進去 輕輕鏘鏘的 那就改叫孔鏘好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謝謝 謝謝 我今天就跟妳講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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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